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臭小子 公子 好 走 哎呀 我去打吧 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我通大宝天下无敌 快点 站好 快点 站好 快点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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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里肯定藏了一个叫 谭志的小和尚 因为他是七底光的儿子 所以你们掩护他 你们这些和尚 跟契下同学一条公子 说 谭志在哪里 我不知道 去 你们说 要是这里没有藏着谭志 他会藏到哪里去 凭什么说我们藏人 就是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 他会藏到别的寺院 他一定藏在南宵里寺 你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为难我们 一天不找出谭志 我就要跟福建的所有寺庙 所有的和尚过不去 直到逼出谭志为止 小兔崽子 你还活着 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快 快 快 走 男犬背腿 对 产武合一 我冲大宝 我冲大宝天下五天 我冲大宝 你冲大宝 你冲大宝 我冲大宝 我冲大宝 依然是天下五敌 天下五敌 我冲大宝 我冲大宝 依然是天下五敌 天下五敌 天下五敌 我冲大宝 我要拧下你的脑袋 你让你尝尝七家层 我冲大宝 你为那些被你害死的人 你完了 来 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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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站起来 站起来 法能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们太欺负人了 老子不干了 我不干了 以后别进少尼寺 师兄 今天的活我一个人全报了 好 你给我两个尸臣赶完 好 我不干了 别拦救我 法能 法能 我不干了 法能 你没事吧 你休息 我不要干了 你走开 法能 我们是朋友啊 就是啊 法能 就是啊 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废人 你帮不了我呢 法能 你不是废人 你不是废人 是不是啊 我一定要帮你 你走开 你怎么那么浑呢 你以为天下就你硬着这样 二族他招摇一支胳膊 把招摇修炼成佛 我是法能 我不是二族 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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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放弃 我会帮你 千万别放弃 我说到做到 你 contrump행 我们是朋友 five fourteen 哇 好 好 好啊 好啊 听出大人给我请到了一位南少林高手 好 來 那天马上就到 哪个贵兄子敢找我比试 你看 他来了 他叫童头僧人 是从南少林打下山的五和尚 当年能从南少林罗汉文打出来的人 想必他的南拳功夫一定很厉害 好 好啊 我谭妃只知道北少林功夫 还没见过什么南拳 看来这位和尚的功夫 是南拳的最高境界了 我正想领教领教阁下的北腿功夫 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敢跟我叫板呢 好 既然如此 咱们就请二位过过招吧 你想怎么比 随你的便 好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南拳功夫 咱们就真拳实角地盖上 实在对不起 我却是因为饥饿难耐 才做出这种不礼貌的事情 请多原谅 我 我以后有了钱 一定奉还 淘汰 你偷果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是残疾 偷东西还敢小看人 看我怎么皱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残 你才在这世上活了几天 还敢小看人 对不起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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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动东西 算了算了 我看他是肚子饿了 让他走吧 这么想他还骂人呢 我是诚心向你道歉 你怎么能说我是骂你呢 你以为我听着 好了好了好了 小兄弟以后别随便摘人家东西 好了 走吧走吧 我没随便摘人家东西 我跟大叔说了 等我有钱的时候 我一定会赔给他的 你可瞎说 好了好了 这杨梅是寺院的 你跟大叔说说就能偷吃吗 我没偷 兄弟们 不就是几颗杨梅嘛 你们就别再为难他了 好了好了 小兄弟 善哉 这次我们放过你 以后不要再偷吃别人东西了 我没偷 你没经过别人同意就吃了 那还不掉头啊 好了好了好了 三脚 小兄弟 拿着 赶快走吧 这小家伙脸皮 像小娘们一样白 这 怪招人可怜的 有 小兄弟 看不出你还有这手啊 厉害厉害厉害 不好意思 别以为我连个黄帽小子也打不过 好了好了 那我不是白拴了吗 好 你再上啊 走吧走吧 善哉善哉 小兄弟 快走吧 好 拿着快走吧 我 你敢回来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 别说了你 行了 发明 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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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醒醒啊 小兄弟 走 开走 快 真是 快去拿水 好 好 好了 水来了 来 来 小兄弟 来 看样子是饿坏了 嗯 小兄弟 走 我跟你一块抱 来来来来 小心点 好 来来 发明子 请拿点饭来 来 来 这儿吧 来 好 饭来了 饭来了 给我吧 小兄弟 饿坏了吧 快吃吧 快吃吧 摇一摇 摇 摇 这么能吃啊 小兄弟 我这儿还有点竹笋 你要不要 竹笋 好吃好吃 一定是熊猫投胎的 我的油焖竹笋 味道不错吧 慢点吃 别噎着 小兄弟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好用问 这么爱吃竹笋 那一定从四川来的呀 你哄客了 他说什么 说什么呢 听口音不像本地人 又有点闽南口音 小兄弟 小兄弟 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我是从窝口的船里逃出来的 一定是饱受窝口的摧残 小兄弟 你是从海边来的吧 刚才对不起啊 原来是自己人哪 对呀 你怎么不早说呀 不要害怕 大家都是受过窝口摧残的苦兄弟 不会伤害你的 就是啊 阿弥陀佛 我也有啊 谢谢 还来呀 这什么礼节这是 对呀 怪啰嗦的 也不嫌腰疼 你现在走了 油盐别回来 快快快 快去 快去 哈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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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 你是谁回来 你还好啊 还好吗 我很好 很好 你怎么回来了 我 我回来看看阿妩 阿妩这不是好好的吗 用的找你回来呀 阿嬷 我有点口渴 我想喝水 阿罗 是方丈让你回来的 不是 阿嬷 阿嬷 我有点饿 给我点吃的 阿嬷 你是不是想还苏回家呀 阿罗 你看着我 南少林寺有人欺负你 还是方丈把你赶回来的 没有 没有 阿嬷 那是你自己吃不了苦逃回来的 阿嬷 我的事一两句也说不清楚 走 跟我见方丈去 阿嬷 你就别管了 是我自己不想留在寺院的 儿子 这是为什么呀 阿嬷 我是个没有用的废人 我脸不成功夫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就回来呢 是谁说你是废人 你说呀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阿嬷 阿嬷 你就别问了 为什么不问呢 我看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当成废人 你给我过来 阿嬷 你好好地看看他们 他们哪个比你受苦少 可是今天他们一心为了练功 为了将来打窝寇 为了保护村寨 阿嬷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你在南少林学的那些武功都拿出来 让乡亲们看看 阿嬷 我 我这光饼不是给你这种人吃的 你给我出去 阿嬷 你听我解释啊 你再不出去 我就打你 阿嬷 你听我说呀 我们中家没有你这种儿子 你给我滚 滚 阿嬷 阿嬷 保重 阿嬷 我替你报不了重了 我是个废人了 我该怎么办哪 阿嬷 嬷 女 你不是个废人 你不是个废人 汪女 为了我 也为了寨子里的乡亲啊 再艰辛 再困难 你也要回南少林 把武功学成 然后再回来 回南少林 为了我 也为了阿嬷 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妇女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啊 佛祖 我来到这里 可望从您的智慧中 获取力量 我无法面对自己 更无法面对小妮 哪怕 您给我一点点的提示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选择 究竟是对 还是错 佛祖 我不能背叛自己的誓言 更不能背叛自己的信念 只是 这对小妮来讲 打击太大了 没想到这些 我的心就在痛 可我又能怎么样呢 法师兄 你不能进去 我要见法政师兄 大师兄说了 谁都不能进 来 你这招是够狠的 你们谁还敢上 帕京 你要真想见法政啊 也不难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说吧 把你的本事交给我吧 行 不过得见了法政师兄再说 好 佛祖 请告诉弟子 我该怎么办 师兄 你来干什么 师兄 你竟然可以把一切都告诉大师兄 为什么不告诉我 大师兄都跟你说了 从来南少林的第一天 我就知道 你对我最好 满以为 你会把心里的话告诉我 那样的话 我也可以替你分担一份忧愁 可是 你不相信我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法政 不是这样的 我可以向你坦白 我对你是曾经蒙发过一种 超乎兄妹之情的爱 但是 我一直在克制我自己 我害怕 我怕失去 那种兄妹之间纯真的友情 法政 不要这样 别人会看见的 我不在乎 不在乎 师兄 想你怎么办 难道 做中国的和尚 就非要无情无义吗 在我们家乡 和尚 是可以娶妻生孩子的 八经 不要再说了 回去吧 你真的就不想改变主意了吗 你知道你这样做 小妮会有多痛苦 他对你情深义重 你是他生命的全部 你做这样的决定 你不觉得你太残忍了吗 别说了 师兄 你不得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师弟 我求你帮我办件事 你说吧 带我去见过师太 请他帮我照顾小妮 你不得了 我答应你 但千万不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 为什么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 伤心 我 tv